那秋天到了又到了换盆的季节了 很多的臭宝说 老华一你怎么判断的换盆不换盆啊 首先呢我们这个是散经龟背啊 后面那个是从云南拉过来的 这个是从山东当地的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根系长得就很满 怎么判断呢 来教给大家一个技巧 首先你去看它的根系 然后呢咱们去打开看 你看这个龟背桌的根系 长得都这么满了啊 它倒就倒吧 我再给你打开看这个 你这样看这两个哪个该换盆了 是不是很明显这个该换盆了 对吧 它的根系已经长满了 也就是我跟华尔明说啊 你不论是什么花 不论是什么花 不论是从哪买 你只要看根系长满了 你又换盆了 咱们养花呢 是换大盆往里边加土 越养越大越大越值钱 它跟盆景不一样 所以说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还有一个呢 为什么要在秋天去换盆 因为它夏天的时候长得不是那么快 有的话说那你看你这个同一批来的 你这个就长得那么 这在云南 云南四季如春 这个在山东 山东热的这一段时间呢 根本就没怎么长 明白这个事吗 我先把这个放回去 然后呢咱们演示一下怎么换盆 换盆的第一步呢 就是选盆 一定要选个大小失踪的 就比它原来大一号 别过度的太大了 明白了吧 还有一个呢 口径可以大 底部一定要排水透气 这个呢 是一个环球的二代的空根加轮盆的 算是 咱们呢 把这个放进来 比划比划 大概这种感觉 哦 手感 然后呢 加土 土的话呢 这个就是老花姨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不过我在 种的时候呢 原有的基础之上 我加了一点树皮进来 为了我降低一下生产成本 增加一下这个颗粒度 里面是有肥料的 我们已经摻好肥料了 这个黄色的这个球状的颗粒就是肥料 就不用再去加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加肥的一块呢 你一定要看肥效期 还要看植物的生长周期 你别把那种冬天休眠的植物 加肥料种上了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它的这个气根 再给它摁回到盆里边会长得更好 这个就不要居中了 因为龟贝竹 最挖晒的一个状态就是 你给它织个柱 让它往上爬 或者是种个那种长坯 让它这种躺着长 会更挖晒 这种感觉 加土 你看我们这个土呢就很潮 有的话说为什么用潮土啊 这个就是我们来不及浇水的时候 这个潮土呢 不会让植物产生一个脱水 还有一个就不会羊的 哪都是 因为风一挂呀 它到处起灰 不好看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呀 花友们 这个土炖死就行了 这样炖一下 炖一下 炖几下 炖死就OK了 还是 很多的花友换盆的时候就喜欢埋的很深 这是不理智的 然后上就等于换完了 就这么简单 换盆可以加肥料 健康的植物 满盆的根系 该加肥料的加肥料 就这种小叶子 直接顺手就给它掰了 这种老叶子是不会开背 再长出来新的会越来越大 会慢慢的开背的 会越来越好看 但是它年龄小 不到开背的年纪 好了 秋天了 很多的花友也可能该换秋装了 但是呢 也别忘了给你的那些个花花草草 心爱的那些植物换一换花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一篇关于秋天换盆的 分享给了大家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容易 白了